我们受一点委屈 受人家羞辱 有没有想到 释迦牟尼佛 做人入闲人 如过滤亡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受 小小的是几句话 人家给个不好意思的颜色给你看 就气得半天 几天都笑不了 这怎么行 这怎么能成就 你是忍若心 受得了个委屈多大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他没事 不但没有怨恨 还感恩 还感谢 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 他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 阿弥陀佛那还得了吗 阿弥陀佛 无计 无计 参访 祝佛如来的插头 是不是一番丰盛 有没有遭遇到这种羞辱 肯定有的 我们看华严金 陌后五十三餐 就知道 三才同志遇到 圣日佛罗门 真正遇到 逆境 很不容易忍受的逆境 他都能够顺利通过 阿弥陀佛 发葬比丘 参访 摄放插头 祝福如来 阿弥陀佛 什么样的事情都经过 阿弥陀佛 慈悲 顺利通过 这才有极乐世界的出现 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 小不忍 则乱大墓 小四不能忍辱 大的功德不能成就 你成就有多大 跟你的忍辱功夫 成正比例 谁看一个人 一生当中有多大的成就 看他有多大的耐心 那个耐心越大 他成就越大 瞬间没有贪念 逆境没有怨恨 一切境远 总是一切平等觉来对待 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 修什么 修 修 秦 平等 圣经 你起不去担心 那你已经会不会怨恨 从这看 这是真功夫 就真实功德了 你能顺利通过 佛菩萨赞叹 天龙 天龙 鬼神 拥护你 赞叹你 没有受委屈 没有受委屈 大致 大致 清除 明了 大力 能够通过 布施的力 持戒的力 忍辱的力 禅定的力 才能通过 如是一切 都向阿弥陀佛学习 都向阿弥陀佛看起 阿弥陀佛住真实会 我们也住真实会 是敬佛国 他教化的地区是真实会 敬佛国 那我们住在这个地区 这个道场 真正学阿弥陀佛 净化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 就是极乐世界的小母心 清静过度的小母心 展现在这个地区 功德无量无边的